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是塑料湯匙 這是小橡皮筋 小橡皮筋 冰棒球 這是一個 你們看到方形的保證 對不對 裡面裝滿水 等一下來給你解釋 為什麼要裝水 好 我們現在做什麼 現在做投石器的支架 好 我們把兩根葉器塊 把它並排放在一起 然後呢 你看 把橡皮筋套過來之後呢 來 是不是可以轉圈圈 好 小朋友可以注意看 把橡皮筋套進去之後呢 轉一個圈 再繞回去 再轉一個圈繞回去 所以 我們的橡皮筋 是一段一段的 把它固定在這個長面器塊上面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慢慢來 好 一直到什麼時候停止呢 一直到你的 橡皮筋已經長度 比我們的棉器塊的短端 這個短的時候 直接把它放掉 那你怎麼樣把這橡皮筋 把它移到中間來 我跟你講 我這樣一交叉 你看 橡皮筋是全部都過來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把橡皮筋移到中間來 怎麼辦 我是不是一手要抓這邊 一手抓這裡來 推過去 手到這邊 好 可是你有沒有發覺 它現在不固定 那我用什麼方法 變上它固定 來 看看我們材料 我可以用它哪一段 短的吧 對對對 短的 你看 我把短的放這邊 好 你要放這裡 套住短端 然後這時候呢 直接利用什麼 利用兩條橡皮筋 直接環繞的方式 這種 固定的方法 叫做環繞法 跟前面講的圈繞法不同 好 接下來 接下來的這一段也是一樣 套著 直接繞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去把整個支架的支架做好 這支架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這支架 它在操作的時候 會不會產生所謂的扭曲形變 就要看你的支架有沒有固定的 非常的緊 好 非常的緊 我們先來做投射杆 現在是剩下兩支 對不對 好 我們投射杆 一定要什麼 一定要垂直的擺動 看過電影能接對不對 還這樣垂直的擺動 好 來 去看這邊 好 那現在來做個動作 來 把它放在桌上 兩支手呢 往下壓 往下壓 很輕鬆的就可以把它移到中間 對不對 好吧 接下來呢 接下來 兩支手放這邊 往下壓 對不對 來 你做做看 老師幫你做 來往下壓 用力 是不是很難對不對 很難是正確的 為什麼 因為呢 這樣不容易鬆嘛 對不對 好 這叫什麼 這叫做投射杆 投射杆 對 就是這樣在投射器呢 我們要把這個湯匙固定在上面 好 那接下來 頭射杆做好了 來 你再來做什麼 這是在舞台 對不對 好 剛才進去的 兩支長的沒洗牌 我是用圈繞法 那這邊就一支嘛 只能用圈繞法對不對 好 一圈 兩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好 六圈就好了 因為這是塑膠湯匙 所以不要太多 好 把它往下推 推到哪裡 推到湯匙的這個頸部的地方 這是筆對不對 好 來 這裡 你來做 好 用圈繞法 繞六圈 好 轉彎 轉一圈 來 看這邊 來 套上去 轉一圈 再套回去 再轉一圈套回去 來 做 轉一圈 套回去 對 對 你要順你的手 同一個方向 OK 好 六圈就好了 好 有沒有發現 你這個圈圈的這邊 皺褶不對 表示說你方向錯了 好 你看 就直接套上去 轉一圈 套回來 三 四 五 六就好了 然後把它順一順 好 為什麼要順呢 因為順的話 每一條下面筋 粗細都一樣 力量都一樣 對不對 好 這時候拿起來 有沒有看到 這個塑膠湯匙有個凹槽 這凹槽呢就是 就是讓我們尖端的 沒習慣 可以從這凹槽 轉過去 這樣子可以固定起來 同色架 還有同時的支架 好 我們把它平放 放在手上 這時候有兩個接點 這個接點呢 我們用環繞法的方式 把它固定 好 勾住它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轉過來 轉過來 一 二 三 一樣勾住短端 直接繞 一 二 三 好 我們兩圈呢 固定的這個缺數都一樣 好 這固定好之後呢 就是我們的 投石器的投射架 跟我們投石器的支架 已經結合在一起 好 老師跟你說明一下 這兩個點 跟這兩個點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這兩個點 是不是只要把 投石器的支架 固定在這個橫桿上 它不會扭動 可是這兩個點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們有沒有發現 它是不是投石器的投射架 還有投石器的支架的 一個固定點 所以這個固定點 有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 又要固定 又要怎麼樣 又要容許它轉動 對不對 那請問你 假如說你綁得很緊的話 怎麼辦 那轉不動了對不對 所以這邊要適當就好 好 我們現在已經 把投石器的支架 跟投射架 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想想看 我要讓投石器 能夠產生 有力量的旋轉投射動作 我必須要有什麼 要有一個力量 你看 固定在這邊 對不對 我們早期的投石器 就是靠人 把繩子綁這邊 人開始 一二三拉 就出去 所以這邊要力量 那我們現在不能有人 沒有人啊 對不對 怎麼辦 我們就要利用什麼 利用所謂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組合橡皮筋 跟我們整個 投石器的結構 我們把橡皮筋穿過 頭石器支架的三角窗 然後呢 將橡皮筋撐開 直接把它固定在我們頭射竿的下端 好 用我們的左手 繞過出橡皮筋之後呢 直接把它綁回去 好 所以這時候呢 剩下這一段 就直接 重複做相同的綁 綁固定的動作 因為這樣子固定的圈速越多 這時候呢 橡皮筋固定的效果會越好 好 等到這橡皮筋已經夠短了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把它固定在 頭射竿末端 當成一個固定端 一起動作 好 同時施力 好 維持什麼 維持我們的拋路 這個投射架 在同一個角度 好 鬆開你的右手的中指 好 再來綁股鬆開 好 這時候呢 好 準備發射 來 1 2 3 發射 好 好 這就是我們的投射器 了解了嗎 好 那投射器還有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呢 剛才是手操縱 那假如我不想用手操縱 我可以把它放在 方形的寶殼 為什麼呢 方形寶殼有好處啊 它會滾對不對 圓的會滾嘛 好 如果這樣寫斜的話 圓的就滾掉 這個方形 它可以固定在這邊 我把這個三角窗放在哪裡 放在我們投射器的 這個位置 你看 這是寶特面的平口 投射器的這個三角窗 固定好之後呢 你看 我只要這樣做 可以直接這樣子 鬆開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 它會跑掉 沒關係 我就把這個位置呢 把三角窗把它縮小 把三角窗的這個 空間縮小 好 讓我們 讓我們的寶特艇的停蓋 能夠夾住它 好 這時候你看 壓著它 投射 壓著它 投射就可以了 對不對 好 很簡單 這叫桌上行的 投射器 簡單嗎 簡單 OK 好 那我們今天上這邊 好